哈囉我是蓋怡 今天呢 三劍克戰隊又再次出動了 今天我們要來挑戰 挑戰什麼 觀眾的眼睛 今天我們來到板橋的東朝西服店 非常有特色 非常有男人味的一間西裝店 我剛剛走上來 散發了濃濃的 你們多久沒穿西裝了 我超級多 十幾年應該有了 我會了上班 你上次穿西裝什麼時候 因為我們畢業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瘦跑意思 所以就一次要穿西裝 然後鑰匙好這樣 哦 越吃好 定做一件 然後現在完全穿上去 我自己好像也是在大學的時候 那次是為了要拍一張形象照 今天就來見證三劍克 穿上西裝到底帥不帥 Yeah 今天我們找到一位 非常厲害的設計師 待會兒會幫我們配看看 帶我們操操看 設計師一辰 這次聽說你們是要參加那個活動對不對 走中獎 特別要來挑一套西裝 有特別想說 每個人的造型風格要比較偏向哪個風格嗎 因為我很少會有機會能穿到西裝 所以我自己本身想說難得 那我高調一點好了 想要穿得華麗一點 浮花 本來就很高調 我是走樸實無華路線的 你要念念一點 我心走那一套 只要有這張臉就可以了 喔 厲害了 我應該隨便就是看你設計師覺得比較適合 可愛路線 不過他的臉非常的寒風 等一下可以先嘗試寒風系列 又是歐爸系列了 Eason幫我挑了第一套 這一套的他主要是 我覺得因為蓋衣穿起來非常男生強壯的形象 我用這種具有代表性 因為他身上有很多毛 有那種動物業系的視覺效果 等一下就請他視窗看 出來之後是不是一個野獸 野獸派 會不會看起來很像黑蛇蛇 哈哈哈哈 充滿野性的地套 哇 好帥喔 黃野的怪狀 野性生物的質感 你真的還蠻適合當一個多毛動物 什麼多毛動物 趕快你自己看一下鏡子你覺得怎麼樣 哇 這誰啊 這個毛啊 其實在燈光下面會產生出一種質感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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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有 那 你會化眼啊 還有第二套 那第二套Eason我們要給蓋衣什麼樣的嘗試 這一套的話其實它是具有那種東方的文化 它上面是水墨做出來的一個塗鴉 然後主要是裡面形容了很多畫畫草草 也是代表森林的意思 Alex 你剛好我覺得也蠻適合改印的 森林系 森林系 進化成森林系 好大家看一下我比較適合哪一種 怎麼樣 這套 這個 這比較 跟剛剛比起來比較有氣質一點 感覺文藝一點 是喔 好像沒有猩猩感 那你們覺得哪一套比較好 這樣看起來比較好 猩猩比較適合 這樣真的要選的話 我覺得上一套應該是比較適合我一點 為什麼 因為 有一種猩猩 Eason覺得怎麼樣 猩猩系的話 野性比較強一點 他穿上去他會有點實裝的感覺 其實蠻適合呈在那種實裝裝 剛好也適合你們這次的場合 視覺會特別好 因為他特別 這種設計他特別少見 接下來就換郭波來試囉 對著鏡頭耍狠一下 把墨鏡拿過來 去 叫說一下小弟一樣 小弟 我小弟在這邊這比較像 去把我墨鏡拿過來 欸 欸墨鏡啊 墨鏡啊 連墨鏡都找不到 在哪裡 怎麼找不到 我接下來就是幫波波準備的 因為他喜歡比較走心的 所以有點偏質感 所以我這邊主要是以設計為主 是雙排扣西裝 比較常在電影或者我相機常看到的 從內心路線 我 我終於突破我的路線 你的細路 對 欸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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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有沒有很帥 有沒有很帥 沒有很帥 欸 沒錯 你終於看到了喔 好點 哇 我是不是變得 突然變得有氣質 變得像那種變態色 喔 對不對 對 對 日本系列展作一個懷杖 對 日本系列展作一個懷杖 哇 你實在想想 有一種 熟男的感覺 那個 跑車要走下來的那個 那個 沒有聽到喔 人家形容詞多好 我覺得有一種 這種 鼠鼠的感覺 哈哈哈哈 有一種 What 講一句 講一句日文 還要戴個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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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兇喔 不要 不要 你要捲舌啊 你要 啊 我不行 好 Eason 那我們下一套 適合撥撥的是什麼感覺 好 這一套呢 其實它底部是全素 但是它裡面加了亮片 那裡所謂的精通 它就是 全套就是亮亮的 很適合就是我們 到當天的時候 發輪打在上面的時候 那個金光閃閃的效果 那我會撥撥啊 不會 我的頭已經很亮了 很亮 你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OK 好 喔 喔 喔 這套 非常的適合我的風 這一套應該是蠻好看的 蠻亮的 可是我個人覺得上一套會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你比較像Ricky啊 要有特色嗎 要有特色嗎 等一下他去賭場 拿吃維加士 登登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登登 這種就是有種低調奢華的感覺 在燈光下 它的那個西裝會反光 喔 感覺是蠻有質感的 反光的質感 反光的質感 你是不是太變態了 沒關係 我今天就接到鑰匙 因為鑰匙看起來其實 他臉比較乾淨 有冷靜的感覺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臉太髒了 沒有 所以他就可能 方向會比較偏 比較清新的感覺 韓風的系列 我本來是要拿粉紅色 我想說大家都穿這麼深 還是搭一個酒紅色給他好了 那你等一下試試看 好 哇 你看 你穿根本的紅色 你手的感覺 你拿是太屁 你一腳掛 就破崩 你這褲子感覺有點 有點鬆 有點鬆 對 你沒有在練 我沒有在練 學生約課時間怎麼還能到 遲到了 但很想吃 喔這就是這個人身上之間 剛剛多過手要穿的 很好啊 很像英倫男孩 英倫男孩 隔之風 哇 這一戴下去就 就像那種 很話劇的 你知道嗎 喔 你看我就說這樣是不是超像 你好像秀 是不是超像 你又要掏出來 什麼 來 第二套的話 就是顏色調到最淺 通常大家在韓風裡面看 他們最常用的顏色 就是糖果色 那就是具有糖果色的一個顏色 粉紅色 等一下我們就來試試看 鑰師的氣質 可不可以駕馭這個系列 欸 啊 哇 好棒 好帥喔 糖果男孩 這個跟他的形象蠻符合的 這就是 天菜 你知道嗎 天菜 歐巴 菜鑰匙 等一下 這什麼 有點尷尬 哈哈哈哈 我覺得西裝很帥的地方就是 它是一層一層 每一層都有不一樣的感覺 他不會說西裝外套脫掉之後 就沒了 太棒了 我們試到現在 自己身上穿的這套是 個人覺得比較適合自己的 那我這邊會比較建議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三劍客嘛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個 同一個團的效果 我會建議就是我們在風格上面 再集中一點火力 同一性會比較有團隊的一個效果 這個三劍客的效果 對 三個人走在一起可能好像 好像是個別的分開 我爸爸帶著星星這樣 那就有了 Eason幫我們搭配了 好 沒問題 爸爸牽著信心 爸爸牽著信心 你牽著他 你要這樣子走 然後我要這樣子走 然後你爸爸牽著 你又牽著他的手 哈哈哈哈哈哈 欸這太像了吧 我的天啊 剛剛已經把他們全部搭配好了 這次就是歡迎我們三劍客 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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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看起來蠻有兵器性的 他主要的是 用了顏色的一些搭配 這次的話是因為 正式場合 所以我們用神秘的顏色 就是黑色 每個人的黑色的設計 是完全截然不同 呼應到他們的個性 然後去 穿搭出三劍客的一個形象 這是參加的活動 要是他看起來屬於 悶騷型的 中規中矩 內斂內斂 但是細節上面其實有點 有點 加強他的那個亮度 嗯 一點 嗯 應該就是依然維持原本的意義 我就是很直接的 不過的話就是 點太聰明大師 不是安妮器嗎 因為不過我覺得 是因為他的衣長要長一點 雙排後他穿起來蠻有氣勢 他蠻可以加入這種系列的 而且我覺得剛剛 把那個領結掉之後 感覺又更狂野了一點 哇塞 真的 抽一塊東西 JAMSPA JAMSKY JAMSPA JAMSPA JAMSKY JAMSKY 你剛剛手還沒伸進去 你直接從外面說 好啦那我們今天呢 肌肉男西裝挑戰影片就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覺得 自己的眼睛有沒有被我們挑戰到呢 其實我覺得肌肉男穿西裝 很帥啊 很挺啊 帥啊 因為那個背跟胸練起來 對不對 上圍比較厚 都不夠帥 所以沒有很習慣 一彎一彎 但我覺得至少胸是挺的吧 帥 帥啊 James Park James Guy James... 好 那今天也非常的感謝 東朝時裝西服能夠贊助我們 讓我們去參加上班不要看的走鐘獎 能夠帥氣順利的走上這個紅布台上面 整個人都有自信的起來呢 那大家覺得我們三天就今天穿西裝好看嗎 在下方留言給我們囉 別忘了訂閱盡開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